从今天这集开始呢,我会给大家讲张学良身边情报首脑和心腹谋士李天才 播在正式播放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更正一下 因为我对张学良身边的这位神秘谋士,他的长什么样子一直很有兴趣 所以呢,我尝试四处寻找他的照片 不过最终找到了两张照片,都是与他同名 另外一位,民国早期将领李天才的照片 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在录制完成之后才发现的 所以呢,也就不好更正 因此,在播放视频之前,先进行这么一个简短的声明 告诉大家,在视频中所使用的两张李天才的照片 那都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东北军的将领李天才 在这里呢,我为这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向大家表示歉意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这期开始呢,为大家讲一讲 我们在上一期,讲烈士潘文玉的时候 提到的,张向阳身边的心腹谋士,李天才 李天才留存于世的照片并不多 后边这张照片呢,是他在担任 襄阳镇守使的时候,这样的照片 当然看上去就像一个救军阀 不过实际上,李天才 他是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和中共共产党早期的积极分子 他1900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 他的原名叫做李博海 李天才是他的笔名 不过后来因为他的身份转换 所以他更常用的是李天才这个名字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 李天才在山东积极地参加五四运动 他就和天津的韩林福交往甚密 韩林福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成员 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还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3年,他在孙电英的手下担任政训处长 后来孙电英兵败之后 他隐居相间,遇死身亡 通过韩林福,李天才就和北大的李大钊 罗章龙等人迅速地熟悉起来 李天才和韩林福一起 就办了一个青年的组织 叫做承设 取义于凯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个含义 李天才曾经特意带着 他论述哲学的文章去见胡适 得到了胡适的赏识 所以特许他进入北京大学文科进行学习 那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也就是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书研究会最初的成员里 就有李天才 罗章龙后来在回忆录里 专门提到李天才 说他颇有才干 亦有文采 并且精通书法 1923年 二十七大办公之后 北京市举行元宵大游行 以为声援 韩林福任游行的总指挥 李天才任游行的副总指挥 不久之后 李天才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很快他就转为了中共的政治党员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高军宇和何孟雄 入党之后因为李天才颇有才干 所以他任职颇多 经常在党团工会之间来回调动 他曾经被派到开封去接洽驻军 曾经回山东他的老家乡里党物 也曾经在铁路上巡视工人运动 也就是说 在短时间里 他涉及工运 兵运和学运 1926年秋 李天才被调回北京 负责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 这个时候的北京 在缝隙的掌控之中 李大钊先生已经密居在苏联的大使馆 使馆内的中共组织 和李大钊先生和外界的联系 多靠李天才都放奔走 当时李天才他代理李大钊兼任的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北京分会主席一职 在李大钊先生等人遇难之后 李天才正式被任命为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27年春夏之后 左京的工作方针和路线 对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也正在这个时候 李天才被缝隙抓捕 因为当时北方党组织内部 出现了比较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因此李天才被抓捕之后 外面的党组织 并没有对他进行积极的营救 当时北方党组织重要领导人 胡尔公和杨渡 甚至弃他而南下 而与李天才同时被捕的 新任市委书记王某 也很快叛变 将李天才供出 而李天才本人也在酷刑之下 招乱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在此之前 李天才曾经写过一份 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 1.2万字 颇受李大钊先生的赏识 而这份报告呢 也被编入了李大钊案的 苏联阴谋文件中 张作霖和杨宇婷都曾经读过 他们都非常的赏识 李天才的才识 在他们的百万劝说之下 李天才就投靠了缝隙 他就担任了北京公安局 政讯部秘书兼宣传科长 自此之后 他就死心塌地的 为东北军效力 随着张学良的崛起 李天才也越来越被重用 他就成为了少帅张学良身边的 重要的心腹谋事 在张学良手下 凤系的情报网络 就是由李天才来掌管 所以他和中共的北方特科 山西的延西山 南京的复兴社 这各方势力 都有着密切的往来 左右逢源 长袖上 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 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从他投靠凤系 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开始 一直到张学良 旅游归来 到武汉行营 担任剿匪副总司令为止 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之为 北平沈阳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 李天才为张学良出谋划策 他应该向张学良提交了 关于东北一直之后的党务计划 深受张学良的赏识 918之后 李天才又帮助张学良 迅速地建立起 东北沦陷区的情报网 在东北各地都设了情报站 搜集日美的情报 工作颇有成效 他在北平的最后一年 正赶上张学良下野出国 当时蒋介石从南京 极力地拉拢李天才 可是李天才并不为所动 仍然坚持着 从东北各地 搜集日美的情报 而且在这个时期 1931年1月 中国共产党发生一件大事 30多名中央委员 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 非常委员会 推举罗张龙为书记 这个另立的党中央 被称之为北方飞伟 李天才当年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熟悉的那些同事 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北方飞伟 也有人说 李天才本人 也成为了北方飞伟的特殊成员 不过北方飞伟 刚刚成立一个月之后 也就1931年2月 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罗张龙后来一直认为 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对手 故意向敌人 泄露了他们的行动 那么北方飞伟的骨干力量 像韩林福 胡宇明 李熙毅 等大部分人 都被奉隙抓捕 张学良把这个案件 交给李天才来审办 那么李天才就利用自己的职权 暗中释放了他的这些老同事 并且在李天才的帮助下 很多北方飞伟的成员 进入到东北军中 在东北军中建立了秘密的支部 李天才和张学良 关系的第二阶段 是在武汉 张学良旅游归国 到武汉 接任厄与晚三省 角总副总司令 李天才亲自到码头迎接 他很快受命 组建了张学良手下的交处 他自己亲任处长 而且呢 他利用自己的职务 把潘文玉 吴宇明 李希益等人 纷纷地安插在张学良的身边 在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潘文玉身份暴露 壮大吸收之后 李天才又把吴宇明 介绍给了张学良 成为张学良 了解共产党理论的重要导师 吴宇明 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资历非常的老 他是最早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组的 成员之一 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 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还曾经是中共五大的 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吴宇明 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非常的深厚 不过他最终呢 结局非常的悲惨 1950年12月 他被新中国人民政府抓捕 判处无期徒刑 1959年死于狱中 他被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 在张学良身边当秘书 他继续给张学良讲解着 国际共产党运动的状况 马子主义理论 和国内工农运动的实践经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吴宇明就不断地提到了 中国共产党运动早期的领袖 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 这就是罗张龙 那么罗张龙的名字 就在张学良的脑海里 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5年 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进入到陕北 蒋内石还怕红军在陕北 立入脚跟 所以他就想让张学良 率领东北军 去和红军消耗 他早上任命张学良 作为西北脚总副总司令 张学良当时犹豫不决 不想接受这个任命 不过李天才对张学良说 西北是我中华发祥地的摇篮 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搞得好的话 就可以和蒋内石翻脸抗衡 分制割据 同时也可以接近中国共产党 并且联合国内其他反蒋的势力 以此作为抗日后方的大陆基地 也正是因为李天才的意见 张学良接受了这项任命 有些史学家认为 李天才对于张学良 是和之前的郭松林一样 是张学良以重的重要的助手 而蒋内石也知道李天才的 非同一般 所以曾经多次的单独接见 李天才曾经担任的 军委会北平军分会 政训处副署长一职 也是蒋内石亲自任命 后来为了让张学良 安心在西北搅供 蒋内石又亲自任命李天才 作为西北脚总政训处副署长 那么李天才 在成为西北脚总政训处副署长之后 他牢牢的把控住了西北的情报网 他防止了南京政府 对西北东北军西北军 数十万大军的监控和渗透 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见到戴笠的时候 曾经对戴笠戏言 说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军统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虽然张学良并没有点破 但是戴笠心里清楚 这和负责东北军情报网络的李天才 有着莫大的关系 说起西安事变 很多人都知道张学良和中国中央 有过秘密的接触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 就已经见过当时另立中央 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罗张龙 而张学良和罗张龙的秘密会晤 正是李天才安排 那么关于张学良和罗张龙的秘密会见 具体情况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